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特别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我们所身处在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 现在一方面看到 很多地方都已经慢慢的 疫情和缓 所以很多的解封 跟这个动工都已经开始 动工复工 但是情势还有很多地方 也还在继续的恶化当中 俄罗斯 俄罗斯连续很多天 每天都超过一万人的确诊 所以到昨天为止 它总的确诊数 已经超过22万 现在已经变成仅次于 西班牙的全球第三 我看照这个速度 很可能会在今天 今天可能就会超过西班牙 会变成全欧洲第一 然后仅次于美国 在全球来讲 又回到美苏两强 只是这一回比较的是 新冠肺炎的疫情 但美国当然还是全球 确诊人数最多的 美国的确诊数跟死亡数 大概都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但是现在病毒已经攻陷了白宫 那么包围住了总统副总统 但是他们两个人到现在都还嘴巴很硬 要撑住这个英雄的形象 要向选民来诉诸说他们不怕病毒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看 川普跟彭斯 这个什么时候会被感染 会确诊 那么美国的政治运作会有什么影响 好 那另外还要关注到的是 有两个原来被认为 疫情已经显著获得控制 但现在出现新的状况 一个是南韩 南韩首尔有个离泰院的夜店 那感染的这个群聚的疫情 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比较严重 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确诊的到现在为止 已经快要增加了快要一百例了 最主要原因是这个确诊者 遍及全南韩 全国各地 那也就是说发原起地 感染原起地是在首尔的一个夜店 但是呢 可能在里头夜店消费的人 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 那现在他们消费完之后 全部又回到全国各地去 然后等于说把疫情也带回去 所以才会连日一起增加 现在确诊数 昨天是86 今天早上已经到94 估计会破百 而且它还在全南韩各地 可能还会有这种 传播感染的一种可能性 这是南韩的情况 那在中国的部分 那么就是中国 第一个是武汉 武汉 那武汉昨天再爆出来一个社区感染 所以也让整个武汉 原来所谓的疫情风险度 已经降到低的程度 现在又回到中等 那另外在东北的吉林 吉林也增加了很多本土病例 那所以就让整个即将要来临的 这个全国两会 在下个礼拜 现在也是如临大敌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说 记者会全部都要改成视讯 那另外这个进出的 这个检查 那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严格 当然不在话下 同时据说北京 北京的小汤山医院 将要建大型的实验室 这个也都是在为后疫情时代来做准备 好 与此同时 那么另外今天的外电 有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 讲到什么事情 就讲到说 这个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 有好几个国家的运动员 他们都最近出面指控 说去年10月18号到27号 他们到中国的湖北省的武汉 去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在当地就染上了新冠 新型的冠状病毒 所以他们回国之后 有出现了一些症状 当时以为就是流行性感冒 但是现在怀疑可能就是新冠病毒 而他们认为就是因为 10月底的时候 他们在武汉 那么的一个 一个这个运动 参加运动会期间 被被感被染上了 那他这样的一些指控 是来自包括 有这个意大利的军 参加过运动会的 有来自法国的代表 也有来自挪威的好几位 陆陆续续还有瑞典的选手 都提到他们去参加了 这个军运会之后 那么回去之后的一些症状 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等等的症状 那所以呢 之前呢 有人在传说 欧洲可能11月就已经有疫情传出 那么会不会是 这一些到武汉 去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 回去的之后 所带回去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感染 是不是真的 这是从武汉开始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表示说 在湖北 在武汉 新冠肺炎的疫情 可能要早于12月之前 在当地就已经在流行了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变数 好 与此同时看到了是中美之间 现在 为了这个贸易协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 能不能够如期的兑现啊 现在啊 美国的代表 跟中国的代表通过的电话啊 但是川普还是很硬说 如果中国不履行这个协议的 他就会把它废止啊 同时还继续用啊 这个关税来对付中国啊 环球时报啊 引述知情人士说啊 说这个啊 据说啊 了解中美贸易谈判情况的一些顾问呢 已经向中国官员建议啊 重新提出啊 能够让贸易协议作废啊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那么方案当中还包括要商谈一份新的协议啊 那么这个商谈的新的协议啊 就要让天平向中方请协啊 好 这个报导其实等于是证实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中方果然认为说 这个是美国占便宜啊 那 那现在 现在意思说要重弹 而且呢 不会再让美国占便宜了啊 那第二个提到说 表示说中方也考虑啊 要把第一阶段的中美商贸易协议啊 给他给废止掉啊 那这个 接下来看美国会怎么对应 因为美国在五月底啊 就这个月月底 他们就要提出一份 有关啊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啊 的一个 对应策略的一个报告 这里头还牵涉到 美国怎么认定这个事情的缘起哈 好 那除此之外啊 我想要留意到的就是啊 全球的经济啊 现在大家说会不会有一个产 疫情过后的一个全球锻炼的问题 那么最新的消息啊 是 苹果已经开始把他们的智能手机跟配件的生产量 生产地要多元化啊 那这是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苹果要把他们在中国的20%的产能 移转移到印度啊 那目标是要在五年内啊 能够印度的产能够达到400亿美元啊 那今年初开始啊 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啊 那么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阻挠哈 所以是相对低调 那么他们现在是透过 鸿海跟伟创哈 这两个台湾的供应商来扩大在印度的业务了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苹果近期也低调的增加在台湾的投资啊 那么足科啊 足科管理局啊 最近已经批准了哈 苹果的一个增加100亿台币的一个投资项目啊 他们要在足科的龙潭园区啊 建设新的厂房啊 生产mini LED跟这个micro LED等显示器啊 那呃 这个方案已经通过了哈 但是细节还不清楚啊 但是听说苹果初期啊 将会先投入差不多50亿台币左右 跟这个晶圆光电还有友达光电啊 来发展新世代显示器啊 的研发跟生产线啊 那将来能够用在iPhone跟iPad上面啊 好 这是苹果目前在台湾的人员大概有200人啊 那么接下来将会再陆陆续续的增加 好 那么与此同时啊 下个礼拜就是WHA的这个年会啊 那么今年呢 大家都说啊 这个力挺台湾啊 这个入会的声浪非常的高啊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有个状况 就是昨天外交部长吴钊燮啊 在立法院啊 回答江启臣立委的咨询的时候啊 那么他承认说啊 美国到现在还是认为说 今年并不适合由美国自己来提案啊 让台湾参与WHA啊 所以呢 现在还是由台湾的友邦来提案啊 那为什么美国会这么的认为啊 那吴钊燮没有进一步讲 我在猜想可能美国认为 这样提的话 是跟中国直接对撞 美国也许还没有考虑啊 第二个是 现在就算提出来 可能今年还是过不了啊 所以美国不想去碰这个 软钉子啊 好 不论怎么说啊 不论如何啊 今年的WHA的情势啊 不像我们大家想象那么乐观 这一点是大家了解的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邀请谈一样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到我们节目现场啊 是老朋友 两岸政策协会的理事长谭耀南 谭理事长 耀南兄早 清隆兄早 各位听众 大家早 是我们刚刚讲到WHA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要举行 虽然是一个视讯会议啊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国际的会议啊 台湾这一次能不能够参加 最近有非常多的国际间的声音在支持 美国也有这个参众两院啊 还正式的去韩给几十个国家 对 可是昨天我们吴钊燮部长才跟大家讲说 美国并没有要帮台湾提案 那我刚刚也讲说 是不是美国担心说 现在提案跟中国会直接对上 还有另外就是认为说可能过不了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揣测美国真实的想法 不过我想 吴部长在立法院这样提 我的理解也是说 我们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嘛 就最大的努力 那么这一次是大概史上 那么台湾这个要求参加WTO作为观察员 那么在国际上声援和支持的能量最高的一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尽最大努力还剩下几天的时间 当然如果美国不提案的话 那么跟美国去提案 这个力道当然有所不同了 但是就算是美国提案 那么以WTO是WHA WHA是这个会员投票 一人票的情况之下 那么是不是能够通过 也很难说了 也很难说 那实际上以现在来讲 这个非洲的国家的人数 等等 那么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当然也未必能够过 但是呢 就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会员国提案 那么最后没有过 以现在整个防疫的全球的状况 和台湾的表现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也是一个 实际上没有反映这个政治现实 以及没有反映台湾在全球疫情的贡献 国际组织 特别是WHO的荒谬 是的 可以变成说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凸显 这样的凸显 对台湾长远的参与国际的组织 包括WHO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 不一定 一定对我们来讲 有极大的损害 确实 今年因为声势还不错 我看到也有人提出担心说 如果我们今年 就这样子进去了WHO当观察员 那将来可能想要进去 回到WHO 反而没有机会 所以也有这种主张 是啊 而且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现在是5月18号 就下礼拜一 就是在日内 用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进行 那台湾其实的能量 已经在国际间被看到了 那么台湾在防疫上的表现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 注意到 那么这个问题 在12月31号 也对WHO发出警讯 一路以来我们超前部署等等 那么我想国际间接受 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一定会有 某种程度的参与 至于这个参与叫做观察员 还是这个参与在闯关提案 没有过 或者是说某一个程度的 持续的和世卫组织 及会员国 那么互相的交流 在疫情上的互动 以及接下来的讯息交换 我想这个都势必的 那么无论如何 我们大概也不把这个 所谓申请 或者是提案要求 加入观察员这个事情 视为一个零和的一个正负 进去不进去 进去就是赢 不进去就是输 我想我们不会这样看了 那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动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其实我们已经赢了 了解 因为我想也是了 就算不能够进去 光这个声势的营造 那么得到国际社会的一种 在道德上的一个支持 是啊 还有一点 我觉得最近我看得出来 现在台湾跟很多国家的 双边的医疗方面的交流 比过去要通畅很多 对 我想因为疫情是人道 那么人道大家就会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政治考量 但是政治考量相对来讲的 那个分量 那个政治位一定会稍微淡一点 一定是人道优先 一定是防疫优先 这个时候绝对对台湾 那么以台湾的国际地位来讲 绝对是加分 当然台湾参不参加 不能参加WHA 这个的确 还是牵涉到一个国际上的 我们讲的美中关系 那美中关系 最近大家喜欢讲美中台 所谓的美中台三角关系 这里头台湾这一角是比较小 但它还是有尾巴咬狗的一个作用 是的 所以呢我想现在 接下来我想跟您来聊一聊 就是说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 近期以来的美中 这个美台还有中台 这三个两边关系 有发生哪些变化 所以我想这样 我们一般看都想说 看三个双边关系了 那我们也常常和美中台三角关系 其实我比较不是那么喜欢 讲这个三角关系 就算要讲三角关系的话 这绝对不是一个等边三角系 主持人你刚刚提了 美中关系 事实上我比较喜欢把它放在 就是说这个两岸关系 其实是在这个美中关系的 这一条长长的这个 轴线上的延长线 换句话说 美中关系的状况之下 绝对牵动 而且是直接联动到 两岸关系跟台湾 那么在这个地缘政治 跟这个国际区域之间的地位 跟处境 那那个秦中兄 你刚提到这个 现在关系好不好 美中关系当然不好 现在要这个 在疫情之前 就已经瀕临对撞 1月15号签订的这个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其实只是一个暂时的修兵而已 这么说啦 疫情对美中原来就不好的关系 又带来哪些影响 我看起来这个是雪上加霜嘛 就说对美中关系上面 其实只有更恶化 那更恶化的很多原因 有疫情的原因 但有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原因 就是选举的问题 是的 当然也有美国的经济 跟金融情势的状况 再加上整个中国大陆 在疫情以后 跟全世界各地的应对的关系上面 不只是美中关系啊 那么它跟欧洲的关系 也会产生变化 那么跟趋周边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势之下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两大国的关系 只有持续的恶化当中 那么这个恶化 会变成全面性的恶化 现在这几点 大家看到的是贸易关系上面 川普要求说中国兑现 当然因为中国的需求下滑 需求下这个减缓了 那么是否能够兑现 或者是说是否构成了 去明显的违反了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 这个要再讨论 而且这个要看变化 而且这个看中国的应对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是 最热的话题 就是白宫这几天 大力道的再去追这个事情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 这个已经是现在进行 所以我刚刚讲说 环球时报讲说 中国方面好像也有人在主张 把第一阶段的那些 要废止掉 重谈 这个当然 每个地方都有英派 他做个对案 环球时报向来 经常处理英派的立场 美中关系 因为疫情更加的恶化 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对美台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台美的关系持续在加温 那么这个上升到一个 这个政治关系 或内政治关系 那么虽然没有 虽然没有这个官方的关系 那么已经到了一个 准官方的关系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 其实坦白讲 是整个大环境的使然 美台关系的持续加温 我们有些这个 在台湾的有些反对的声量认为说 这个台湾 没有取得一个所谓 美中之间的平衡点 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 其实这样的说法 好像假设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台湾在跟中国跟美国的两大国关系之中 其实是可以选择去取得一个平衡点 其实坦白讲 那个我想各位听众了解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主动选择 在两国关系中站在什么点上 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选择权 我们其实我们选择的空间有限 在整个的区域情势 国际政策的变化之中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一定会持续的加温 这个既是我们的选择 也是美方的选择 也是整个情势的往这个方向推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台湾会带来什么影响 对两岸会带来什么影响 而且我在想 也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刚回应到你讲的 其实台湾的这一个 有得选择或者没得选择 这不是现在才开始 从49年之后 特别是韩战开始之后 从两奖时代的选择 到国民党内不同时期的执政 到民进党执政 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选择平衡 不是我们在这个公谱上决定要站在哪一点 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方向往哪边移动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说在另外一边 不因为我们主动做了什么 而造成危险造成危害 或增加更多的危险性 那这个就提到说 我们不做主动的挑衅的动作 我们不去改变现在的状态 我们去主动的去提到说 台湾现在的民主状态 我们要求对等 我们要求尊严 我们认为要用非武力 用和平的方式 我想这个都是在这个框架之下说 我们没有选择这个点的一个权利 但是我们可以去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确保说事态发生到更不好的状态 不是因为我们造成的 明白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点的形成 虽然历史上来拉长来看 有它的意外 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个合理性 也就是说现状的出现 必定是各方都能接受 没有错 所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它是动态的平衡 所以动态平衡 其实是一个各方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每一个时间点 我看到最近有人动一个比喻 很生动 它的意思就是说 北京要的就是不毒 你不能搞台独 搞台独就是超越我的底线 那台湾呢 台湾就是不武 你不要对我动武 你不能动武 你动武 所以如果有动武 我就宣布台独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美国基本上是要求不同 不同 因为同是改变现状 所以这三方都勉强可以接受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明显的做出任何的板块位移 或者平衡点位移的那个 也没有做任何所意外的做法 但是这个平衡点就像清隆说你刚刚讲的 它随时都在动态的平衡上面移动 而且这个移动是各方勉强可以忍受 接受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就是持续的处在这个状态 你说的没错 49年以后在这个概念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没有太大的改变 70几年来就是这样子 超过70年的时间 所以它的行程不是一朝一夕 而且你刚讲动态平衡也很重要 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方 比如说共军的飞机军舰到台海附近 有比过去更频繁的活动 美军就来平衡一下 但美军一来之后 其实它就达到一个平衡点了 所以你不要把美军过来 把它看作说台湾海峡上空 好像很战予密布 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解读 好 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广告之后 接下来要来谈一谈 乔良将军 最近他的一个观点 引起很多的讨论 我来听听看我们谭耀兰先生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少将的 在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乔良 他同时也是1999年 有一本重要的书叫超限战 的一个两位作者之一 最近他接受了大陆相关的几个媒体的访问 那么简单讲他的观点 就是认为说 虽然文统不可能 必须靠武统 但现在武统要讲究时机跟代价 那么现在无论如何 绝对不是武统的一个时机 那么因为整个民族的复兴 更加的重要 台湾问题不构成民族复兴的主体 连次要的主体都谈不上 这个观点是过去比较少见的 所以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这个调然兄啊 你们两岸政策研究协会 应该也会关注桥梁的一个看法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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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对不对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了 那么桥梁这个文章很长 那特别谈到关于武统 关于两岸这个地方的确如青龙兄讲的 那么这个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讲法 他说这个在错了时间做对的事也是错了 这个讲法当然是从他大陆的观点 从所谓的统一的观点在看 统一是对的 那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几个事情了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在中国内部民间有相当强烈的 所谓武统的声浪 而且有一些观点认为说 趁现在的乱局啊 趁你乱要你命 是一个武统的好时机嘛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他的观点非常清楚 就是说因为他有一定的能量 有一定的声量 不管是在这个中共的领导的内部 还是在中国的民间 所以他在这样的身份 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发言 某一个程度上 确实会有意志 这个所谓的武统 而且是Now的这样的声浪 他这样的能量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这是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个可以从旁敲侧击去理解说 习近平已降的中国领导人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说 事情还会发生变化 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所以你认为桥梁是 应该是可以视为是 习近平的党中央 在有刻意的一个释放讯息 我不确定一定是他的释放讯息 但是带风向 那么引领风向 因为有个指标很重要 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如果他跟中央的意见 有很大的分歧 他的声音不太可能 有那么频繁的出来 尤其在两会开会之前 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那个点 那个痛 那个时间 其实是抓得恰到好处 但我们这样的理解 我们也 这个 我们也悄悄的这样理解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不想把这个事情 被诠释成说 那么 中国对于这个武统是 不会在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准备防御 对啊 我想我们 我们其实是随时随地的 在戒慎恐惧 当中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解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悄悄的 弱弱的这样的理解 这样的解读 但是同时 那么在随时做好 该做的准备还是要有 好 你讲到准备 最近有个话题 跟这个乔良所提的意见 刚好是相反的 就是说 有民进党立法委员 他们提案要修改两岸条例 把条例前面的有关 叫做两岸统一前的字眼 为了国家发展 改成国家发展 那当然提案立委讲到说 国家发展比较中性 国家发展当然可以包括统一 也可以不包括统一 但是你两岸统一前 就怎么样怎么样 那为了这个修法 这个国台办已经公开出来 警告了 说不要碰触大陆的底线 是 好 我有个秀觉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动作的出来 最后民进党党团 是不会支持的 那么但是为什么 还是要让这个声音出来 这其实是可以 对这个 衬托蔡总统的 这个520讲话的空间 等于说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来让对岸了解 台湾也有这种声音 但是我在执政 我会力求稳定 不会去制造麻烦 等于降低中国大陆 对他的演讲的 这个太高的期望值 让他看看现实 这个可以有助于 两岸实质的互动 我的观察是这样 我想信仰兄你是这个非常 非常资深的政治观察家 您的观察常常都非常到位 我想这个蔡宇宇提案的委员 蔡宇宇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人物 那么这个 这样的提案就把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前言里面 拿掉所谓国家统一前 这样的字眼 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是反映了 实际上的状况 那么你今天如果说 这个问这个民众说 我们现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前言有一个国家统一前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不见得知道 那当然关心两岸的人 关心国际政治现况的人可能清楚 可是一般民众可能还未必知道 所以主张拿掉这件事情 绝对是反映了实际上 多数人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跟看法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法律框架 跟现实状况 不是只有在两岸 或者不是有政治相关 都有一个落差 那这个落差有的时候要调整 有的时候基于政治的考量 或其他的原因 我们可以接受说 暂时搁置不论 放一下 只要它没有造成实质上的背离 或太大的民意上的反弹 那但是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让大家知道 创造一个空间 我想蔡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 非常非常有魄力 非常非常考虑周延 特别在现在这个全球疫情 美中关系产生变化 那么整个的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两岸关系 可能会产生一些 更严峻的挑战的当下 对这样的事情 绝对会非常非常谨慎的在处理 那我想这个 这个李军玉副秘书长 以前是这个立法委员出身 那么他在这个府内 对负责政策 对相关类似的事情 我想他非常非常有经验 怎么处理 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那么 有没有讨论的空间 到最后在520之前 或者是520之后 这个事态的发展 我想我们这个 我们就密切继续观察 但是那个 秦龙说你刚这样的想法 我其实我也同意了 我认为说很多人这样的看法 那其实你看到国台办 你刚提到 中共中央的国台办 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 国台办大概也知道 是不是 这是一个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健康的讨论 这是一个健康的讨论 我刚讲了 这个蔡玉这样的提案 在现代的政治现实之下 我想有他的一定的道理跟考量 我们静观其变看未来 但是我大概可以判断 我认为520之前这个法不会过 而且这个法 他现在是这样 院会送到委员会 这个就是一读 当然现在完全看党团 党团要不要让他过 党团要挡他 至少520之前不会让他过 这一点大概是非常确定的 不会让他在实质上的进行 实质的审查 这个要审查是很快的 就是一个修改而已 就过了 但是他的政治效应 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好 当然 谈到政治效应 这一段时间不可免的 大家都已经会讲到 下个礼拜 是一个很难得少见的 两岸跟国际 也跟台湾有关的是一个 密集的政治的一个星期 礼拜一 礼拜二 是WHA的年位 礼拜三是蔡总统就职演说 要发表就职 那么礼拜四 礼拜五的话 是中国全国两会 正式揭幕 习近平在礼拜五或者礼拜四 就要发表演讲 然后接着下礼拜 他们今年日会期会缩短 所以下礼拜的话 李克强会有一个中外记者会 跟一个闭幕的演讲 大家都会谈到台湾的问题 所以这个为什么 大家现在对桥梁的这个看法 会很重视 那同时现在也关切一点 就是说这三个政治的这个时程 会不会彼此有相继相当 就是说 如果WHA的情势 有什么状况 对蔡总统 我二人就是演说 所要揭示的 未来四年的两岸政策 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么蔡总统的讲话 又会不会影响了 大陆方面的 在全国两会的表态 你的观察呢 我想第一个 那个WHA这个事情 我们刚刚稍微提过了 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我也不认为说 这个我们必然可以加入观察员 但是纵然如果这一次 没有变成观察员的话 也不见得造成很大的损害 反而累积更多的能量 那么在防疫上 在国际上的声量 也就是说 就算最后过不了 那么蔡总统也不需要 在他的就职演说 为了安抚民众 所以还要侧重在这一点上 我想蔡总统的就职演说 当然会提到防疫 那么防疫的表现 那么这个防疫纾困振兴 这样子这样的过程 那么防疫 当然我们现在很有 这个很大的能量 做的目前为止做得很好 那么也在国际间 能够帮助其他的国家 那么纾困这个事情 正在进行中 立法院也两次的 通过了特别预算 那么这个纾困 那振兴这个事情 当然会检讨到财政政策 会再看看说 这个怎么样的振兴经济 因为现在如果台湾 国内的防疫做得很好 可是因为国际的疫情 还没有趋缓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开放国门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国门要怎么开放 那怎么让人家进来又不会影响 我想这个是接下来的主轴了 所以说 这个总统的就职演说 并不竟然会跟这个所谓 WHA这个事情会有所 不必然会 有所联动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就两岸的定位上 我想这个 这次纵然不必然会提到说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或者是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2016年的 或所谓的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这个2016年所曾经表述 纵然不一定会提 但是我想整个在两岸关系路线上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修正或变化 你觉得会是用1月11号是吧 16号 投票 投票那天晚上 1月11号 1月11号他的讲话 那八个字 我觉得那个基调 八个字的基调是没有变的 就是说 这个2300万人的这个民主 对民主的主张 那么 两岸基于对等的立场 那么这个 等等 那么用一个和平非武力的方式 我想这个的整个的基调 其实是在处在一个 我们不去挑衅 不去主动的改变现状 那么不去制造争端 但是呢 我们也不去退让 我们也不去妥协 我们也不退缩 我们要坚持主权 坚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么坚持对等尊严和和平的立场 我想这个基调不会改变 也不会有新的 改变方向的两岸政策 在这次520的方向 520的这个所谓的 就职演说来面出来 这个应该非常清楚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今天跟两岸政策协会 谭耀南理事长 我们来谈 跟最近近期 大家都非常关注了 两岸的这些问题 好这个耀南兄 我就最近有听到一个说法 说大陆方面 那么其实有透过一些管道 可能是所谓的第三管道 那么来跟蔡政府这边表达说 他们期望两岸继续维持稳定 然后在他的520的演讲 能够再把2016年 当时对有关两岸路线的 一个阐述的核心内涵 再讲一遍 这里面大概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推动两岸的政策 另外就是九二的会谈 的历史事实等等这些 言下之意 似乎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 大陆就会感受到一种善意 善意 那我听说 有一个场合在纽约举行 那大陆方面就有问到这个问题 但台方的代表认为说 这四年的形势变化很大 那他看不出来 蔡总统有再把当年的话 再讲一遍的必要 你的观察呢 我倒是没有 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不过当然第一点就是说 两岸之间有没有沟通 那么其实有沟通 那么经常性的是 在一个第三场域 比如说在美国 透过研讨会 避免会议 或者重要智库 等等的方式 那么做各种形式 跟实质上的意见的交换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我怀疑 我怀疑就是说 大陆的官方 那么不管是官方 半官方 那么会直接对于 蔡英文总统的 这次520的就职演说 做任何的要求 和看法 那么至于说 是不是重讲一遍 会和缓这件事情 我也抱持的一个 怀疑的论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这个 中方对于 蔡英文是讲什么 不讲什么这件事情 可能很难有智慧的余地 那么我们也很难 有直接的应对跟反应 第二个就是说 蔡总统四年前 讲过这样的话 那么当时被认为是 已经到了 那么我们的底线 我们可以接受 最大的容量空间 对方说还是只有半张考验 他说未完成的答卷 对方这个没有任何 善意正面的回应 那么起码后来没有 那么两岸政策的基调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随时 我们刚刚前段讲到说 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 那么现在的动态平衡 不是我们主动的位移 但是整个的形式 整个的情势 的确会产生 微妙的变化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想蔡总统 应该不会主动的 大幅度的去调整 两岸政策的主张 但是有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点上 重申一个过去 曾经讲过的 所谓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以及中华民国宪法 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已降等等 两岸关系所形成的 宪法及法治的框架呢 其实我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在这个时点上面 我们只要持续 目前动态平衡的基调 不挑衅 不改变现状 不做任何主动 那么挑衅改变 两岸现状的政策 和法律 和整个的整个方向 那包括你刚刚提到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没拿掉这个国家统一 虽然是反映的 一个实际上的现实 跟民众的感受 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点上 适不适合做这样的 法律修正呢 这个也会视为说 我们是不是主动出境 那我们在现在是放在一个 稳定的框架之下 我想这个应该是 很重要的基调 你的逻辑的意思就是说 讲了一个让你说 你觉得现在所期望的话 有怎么样 我四年前讲了 实际情况你也没有 而且两岸关系 事实上这四年当中 至少在蔡政府 可能会认为说 我主动去破坏的吗 不是我 很多都是你那边 先这样停那样停 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 当然 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认为说 你蔡政府虽然没有搞法理台独 但是你在切香肠 你在搞文化的 搞思想的 去中国 他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 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没有 我想现在在讲 所谓的去中国话 引号 中间这四个字 已经有点荒谬了 就是说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样的主体意识 我不是哪一个政治人物或执政者 他可以去切 可以去推 可以去做 这次特别在疫情之后 那么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体意识 非常清楚 就是说人民对整个现在状态的支持 对于防疫表现的满意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 和未来振兴 持有责难 期待和批评 但是整体的意识的形成 他大概不需要 也不会 哪一个政权 哪一个政府去主动的用切香肠 或其他的方式 用正刚政策的推 去推到这个方向 或那个方向 所以所谓的去中国话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假议题了 那任何用去中国话的方式 来去指责蔡政府说 你在切香肠 搞非法理台独的 去中国话的 这个所谓的十字台独 我觉得这个其实 不会被大家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这一点也是大陆涉台单位的一个盲点 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台湾蓝影 也许深蓝的人 跟他们灌输的一种观念 让他们没有办法看得清楚 两岸关系的一个结构 而且他会倾向 用这样子来看待 就是说去中国话就是拒绝统一 其实他忘掉了 你中国话在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要统一 所以蒋介石时代 从49年开始 来到台湾 他其实就是在为两个中国 在做结构的一个形成 所谓的要统一大陆 那个话根本是拿来当做 一个阶段的一种政治上的神话 对不对 不过你刚刚讲的 要来说你讲到有点很重要 我认为相信是接下来台湾政治 整个演变 能不能掌握到的一个关键 就是主体意识 现在台湾的主体意识 已经强大到 不需要再去讲什么 去中国话的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 没有错 而且我甚至认为说 不只不存在 现在反应该要重新盘点 台湾内部存在的中国文化的元素 让它成为这个主体意识底下 非常强固的一种力量 我非常同意 因为现在当主体意识巩固 那么当人民对自己的国家 有信心的时候 所有的自己原生文化 或其他的文化 不管你叫做原生文化 还是外来文化 或其他文化 只要你在这边落地生根 移入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元素 这个绝对是人民信心的展现 这个绝对对于整个意识的形成 还会有帮助 对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 我们是在台湾的华人 我们领受的中华文化的 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跟你中共是不一样 我跟你大陆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过去因为这个是在蓝绿的切割面 那么在这个切割线上面 有些人过度的强调 有些人因为信心不足 刻意的排斥 我觉得当主体意识形成之后 这条蓝绿的切割线 理论上就不存在了 那么这样的意识的形成 去纳入所谓的这个文化的元素进来的话 这个形成的共识的几率就很高了 那你觉得国民党是不是也开始有一点这样的变化 我希望啦 我觉得江启臣上任之后有些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希望啦 因为看得到一些变化 那但是国民党的状况可能也比较复杂 也在形成当中啦 那但是我刚讲嘛 这条这个概念不应该是在所谓的蓝绿的切割线上面 或者是说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切割线上面啦 所以就说这个国民党本身也在缓慢的形成中 也在发生变化 也在产生质变 那我们也希望啊 那么他往一个更本土性的 那么更这个良性的方式方向来发展 好本土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